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早上起来 哇 这蓝天白日闻的 给大家看看这边的长江有多清晰 就在这个边的那种感觉挺好的 这边的船都看得一行二组 今天不错呀 阿兵 是啊 这小风还挺凉的 现在这边的天气是16度 所以呢 我们穿的长衣长座 但太阳还挺大的 我们就带你们走一走 江边溜溜玩 我们带他们 对 带大家伙 在那边溜溜玩 你好 触手可惜 冰冰的对面就是水上的公安 我们是第一次看 叫长江公安 还有这个红色的船是消防的 很有意思 这个能不能下去看一看 明阳楼 就在那里 好近啊 对 我们还得上去 谢谢 不能走45度了 哈喽 跑步呀 跑起来 现在都不抖了跑 心情也挺好 天气好心情就好 再往前走一点呢 这边是中国鱼正 它的对面就是寻阳楼 在前面是索江塔吗 索江塔和索江楼 索江楼也在那儿 我相信大家不知道 巡洋楼都是因为 宋江的一首反尸 所以知道的吧 我就是在水浒传当中 因为宋江当时做了一首尸 然后就被污蔑成反派了 给大家看看近景啊 很漂亮 这是巡洋楼的后方 太阳它从树叶里边照射过来 给我拍一张 来 换一个刀鞋 换 换 换 好嘞 不好意思 这边还有钓鱼的呢 我们过去看看 这边多数都是什么一样吗 绵鱼 桂鱼 有收获吗 没有 这边是消防 都是水泡消防 冰冰啊 真是 有好路不走 非得走底下这根大迷路 不走寻常路啊 非一般的感觉 现在我们就步行在 左手边就是长江啊 冰冰 真得小心一点啊 往前面走不了了 还得爬上去之后看 现在能开枪索江楼和索江塔吗 嗯 看得去 然后这是九江长江大条 开闸放水 我们现在上去 找点神热 饿了 夺逃 夺逃 为你去哪儿拍照 我们现在来到了 巡洋楼的正面 这边还有卖奶茶楼 嗯 我们往回走的时候呢 发现在巡洋楼的旁边 这叫巡洋楼的 巡洋江景区停车场 它是免费开放的 而且车位还蛮多的 我感觉这个 好像比我们停车 那个位置要好 推荐大家可以来这儿住车 越吃门椅 在车里面 回去我先做饭吧 我不想吃 我们现在来到了一个比较繁华的地方 这边查看地图的时候 发现有好多好多吃的 耶 可以不用吃冰冰做的饭 有星哥喜欢的羊肉串 有我喜欢的甜蜜蜜 来吧可就 我们到最繁华的一条街道上了 对面呢有一个 叫羊肉串夹烧饼 很有意思啊 没吃过 我肯定必点这个羊肉的 他家的招牌 冰冰要了一个肥肠 他最爱吃的肥肠 你爱吃肥肠 好像很多人不吃内脏 对 这个是我的羊肉串 是星哥的 酥酥的 这个是我的烤肥肠 哇哦 油香油香的 太爽了 掉出来一粒 掉出来一粒 刚厚刚厚了 满满的肥肠 这个羊肉串 好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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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羊肉 满满的 比我想象的要好吃的多的多 它是把羊肉串夹到饼里 因为正常我们一般 不都在饭店吃羊肉串 来给夹上嘛 它直接做成了一个商品 这是我第一次吃 很好吃 这就是最单纯的幸福 还是面包是冰冰的归宿啊 好多人在排队 这也不知道是什么面包 整个这一排 只有他家是排队的 冰冰前面这大哥吃的可香了 一边吃一边走 一边都飘过来了 给冰冰馋的呀 哎呦我天呐 太逗了 你们吃吧 所有开工 小辣吗 好吃吗 我们现在往南昌去 大家可以推荐人家 南昌那边有什么好吃的 今天跑步 没事 我们出发了 离开九江 在长江边 现在呢 就去往南昌 大哥大哥欢迎你 感谢你来我这里 大哥大哥欢迎你 等风等雨等着你 他来了 他来了 他带着礼物走来了 他来了 他来了 他小大祥云进来了 大哥天 大哥地 大哥能顶天立地 大哥风大哥雨 大哥能呼风坏雨 这是我的好大哥 他有房又有车 来再次欢迎我大哥 刷点礼物 不用说来 感谢大哥